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台湾好健康 大家好 我是汪韦婷 上周的节目呢 我们跟观众朋友 介绍了一个身体的警讯 也就是血尿 也讲到了 形成血尿的可能原因 今天的节目 我们就要继续来 更深入的探讨血尿 也可能是癌症的警讯 今天我们一样 邀请到了两位的来宾 首先是台北医学大学 附设医院的 泌尿科主治医师 陈伟杰陈医师 大家好 主持人好 我是台北医学大学 附设医院主治医师 陈伟杰 另外一位我们邀请到了 是专柜销售人员 产业工会的 张乃鹏 张理事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我是台湾专柜 及销售人员 产业工会理事 张乃鹏 节目一开始呢 我们就想要来 请教一下张理事了 在上周的节目中 我们有聊到说 专柜人员的一天的工作 也请陈医师 提供了一些保健的知识 那在你们的业界里面 对于这个泌尿道 健康的问题 会不会有一些偏方呢 我在这边来这边之前 就是有做了一些 就是问卷调查 那就是大家都说 就是平常的话 就是会吃一些 蔓越莓錠啊 或者是吃水果 或者是吃益生菌 那因为专柜人员 他们其实真的 就是没有时间去跑厕所 尤其是像现在周年庆 真的是忙到 就手忙脚乱的这样子哦 那所以说 他们可能都是下班之后 然后去旁边的药局去买橙药 对 那如果说就是要解决这个办法的话 我还有看到一个蛮有趣的回答 就是说 偏方他们觉得说 应该就是离职这样子 对 他们偏方是离职或者是 因为他们也不能多喝水的关系 所以真的是看来 泌尿道的问题 真的困扰了非常多人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 今天节目的主题了 要来请教陈医师的是 血尿好像也是癌症的警讯 对不对 血尿在我们门诊是非常常见的 但是有一群的病人 我们会特别在意 就是说 他是以无痛性大量的血尿 来呈现的 为什么呢 因为泌尿道上皮来 是我们泌尿科中 第二大癌症 第一大癌症是 摄物腺癌 但是摄物腺只有男生才有 所以在女生的话 变成是泌尿科 是她的 是在 女性在泌尿科里面 泌尿道上皮来是第一大癌症 那我们可以看到 在国健署105年全民癌症报告当中 膀胱癌 男生是第9名 女生是第16名 这个发生率是相当的高的 那我们的泌尿系统要分成上跟下 上面的话就是肾脏跟输尿管 下面尿道的话叫做膀胱跟尿道 发生癌症的几率 是以下面尿道最高 大概占了9成 上面尿道只有占10% 那除此之外 膀胱癌发生的几率是男生大于女生 这个泌尿道上皮癌发生率 好像比我们想象中还要高耶 那可不可以请陈医师帮我们解释一下 这个癌症的危险因子有哪些医疾 我们到底要怎么预防呢 是 那这个症状真的是很不明显 就如刚刚所提 在无痛性血尿这一块病人当中 我们会特别的小心 但是很多病人 他其实是会去忽略掉这一块 为什么 因为他不会痛 那也许这个血尿才出现过几次 那偶尔断断续续出现的时候 他们也许会比较紧张 但是他们可能出现个一两次 然后过了几个月之后再出现 他们就是不以为然 那什么样的病人会这样子呢 特别是像是在老年人 一些男生 老男生他有可能是社会线出血 那他就把自己当成是社会线出血 也不管他 然后女生的话 因为他们年轻的时候会有经血的问题 所以他们其实对于血尿是习以为常的 有些老年人在比较老的时候出现了血尿 但他也不 他也不管 所以等到他们来的时候才会被发现 算是比较晚 那灭尿道癌症目前还没有非常非常确定的基因突变 但大部分都是以外在因素所引起的 什么意思呢 就是像一些抽烟 抽烟是非常重要的危险因子 那除此之外含有一些马兜磷酸 或者是棺木通这些的中药都会造成泌尿道癌症发生率上升的风险 那除此之外像一些染纺的工人 或者是一些以前骨盆浆附近有癌症 像直肠癌等等有做过电疗 或者神经使用一些特殊的化学药物治疗的病人 他也有可能会增加膀胱癌的风险 那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就是埃及血吸虫 这是一种寄生虫 他的虫软会去在膀胱里面去刺激膀胱造成慢性发炎 也会增加膀胱癌的风险 像你刚刚讲危险因子有家族死啊 还有抽烟等等的 那在什么样的族群上面要比较特别的注影呢 长期抽烟的情况之下 你这个就是高风险的族群了 那特别是在你超过40岁以上 那像是在美国的一些 明尿和指引上面是说 35岁以上你合并 只要任何的危险因子 像是家族死 你家里面有一些泌尿道癌症 或者你本身长期在使用中药或抽烟 都要特别的去小心 有没有泌尿道癌症的可能性 其实这个也有可能是有误诊的可能 那在临床上面我们会做哪一些检查 那因为我们这个症状不明显 除了有些时候会造成发炎 因为它肿瘤长在这些泌尿道里面 它有点像是结石一样 它有一些细菌一样会在上面滋生 加上它引起的出血 那它验尿验起来有可能会被当成泌尿道感染 那我们治疗一段时间 它暂时间不出血 然后验尿也看起来暂时间没有发炎现象的时候 就会被当成一个简单的泌尿道感染 那之后他们在再度发生的时候 他们自己会以为是泌尿道感染而去忽略了这件事情 那除此之外 症状不明显要看它长在哪里 像是在上面尿道 上面尿道就是肾脏跟输尿管 如果长在输尿管里面 它就有机会造成肾脏的尿液堵塞 没办法排出 所以肾脏会肿会腰痛 那除此之外 它有可能会有血 血块的形成 那因为输尿管细细长长 它的血块就有可能会比较偏向是细条状的 那如果是在膀胱呢 膀胱大部分都没有症状 那如果它长到比较大的时候 就有可能会造成在尺骨上 就是膀胱这个区域的疼痛 那在膀胱 膀胱癌的早期的话 怎么样发现 膀胱癌早期 除了你有这些症状要来之外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需要做的 我们这些医生会需要去帮你做一些检查 譬如说第一项这个尿液细胞学检查 它有点像验尿一样 那只是说它是去 把尿液里面的细胞做一个离形 去看看说有没有一些脱落变形 像是癌病变的尿液上皮细胞 尿道上皮细胞 那第二个超音波也是非常重要的 当癌症长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 我们膀胱超音波也许有机会看得到 那肾脏超音波可以去看肾余里面 或者是肾脏有没有水肿 去进一步判断说到底病灶是在哪个地方 那除此之外 更重要的检查是我们的内视镜检查 就是我们的膀胱镜 输尿管镜 那转视输尿管镜是为了肾余里面 所使用的 这些内视镜是 检查癌症是最标准 最需要去做的 因为一旦有看到怀疑癌症的地方 我们需要去做一个切片 去取得他的病理报告 来决定他到底是不是癌症 那除此之外 会合并一些影像学的检查 像是静脉剩余噪音或者是电脑断层 那也是相同的道理 我们要去评估 有没有其他可能的病灶的原因 那我们在膀胱癌的早期诊断 要怎么样诊断呢 我们刚刚有讲到要需要做一些很多样的检查 一旦我们发现有膀胱癌的时候 膀胱癌它其实啊 它有一些特性 第一个就是 它的癌症通常都很标浅 那膀胱它是一个很大的球体 所以它容易在膀胱里面 长得到处都是 它多发 到处都有 但都很标浅 那做完手术之后 那它也很容易会再复发 但是这也是它的特性 为什么呢 因为它比较容易长得很标浅 意思就是说 它不太会去 比较不会去进展 那像右边这张图 可以看到 如果它还在黏膜层的时候 这叫做第一期 但通常膀胱癌的病人 如果早期诊断 它会在第一期停留好一段时间 甚至可以治愈 那如果它一旦 忽略掉 拖了一段时间之后 它侵犯到肌肉层 叫侵入性的膀胱癌的时候 那它治愈的 几率就会降低了 那如果甚至它往外去吃到其他器官 或者甚至转移的 那这样治愈的可能性就会更低 那目前来讲 膀胱癌的发生几率正是逐年在上升 那也许跟我们的 医疗水准进步有关 因为我相信 越来越多的人会去注重健康 抽烟跟使用中药几率都会下降 但是膀胱癌发生几率还是在上升 从第10名上升到第9名了 所以这个部分 我相信对我们的一般民众是好的 因为越早期诊断 治愈就越高 刚刚我们听完了陈医师的解说 不知道观众朋友 没有突然觉得有点担心了起来呢 不过没有关系 因为等一下广告回来 我们就要来跟各位观众朋友 来解释一下旁观癌的治疗 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乐活医学堂 陈医师我们在上一段有聊到说 一些膀胱癌的成因 那目前在临床上我们会怎么治疗呢 我们当然是要看膀胱癌的分歧 那刚刚有提到说 有没有去侵犯到肌肉层 或者甚至是跑到 膀胱以外的器官 或者是淋巴解释非常重要的 那当然我们最常见的是 非侵犯型也就是第一期的病人 那除此之外 第二期以后的病人 若是还是在膀胱本身的话 我们主要的治疗会是一个 膀胱根除素 那除此之外 膀胱根除素就是要膀胱整个要拿掉 那有些病人不适合去 进行这样的手术 因为膀胱根除素栽掉之后 会造成很多的副作用 我们需要把尿液引流出来啊 不管是用什么方法 我们可能会需要用肠子 重新重铸一个膀胱 好让尿液可以引流出来 那当然会造成很多电解质不平衡 感染营养的问题 那有些病人就会去选择一种 叫同步化学放射治疗的方法 那就是搭配放射疗法 就电疗 跟化学治疗 同时使用 来期待说能够达到 将肿瘤消除的一个方 的方面的方法 那除此之外 有些替代疗法 像是比较新兴的免疫疗法 也是可以跟医生进一步讨论 那在转移的部分的话 目前主要治疗还是以化疗 跟免疫治疗为主 那OK 那我们回到最常见的非侵犯性 主要治疗方法 因为它很表浅 所以我们是用一个膀胱内视镜 将肿瘤刮除 肿瘤的地方 我们把它彻底的刮除之后 让它自己自然把原本的表皮细胞 再长回去 那我们可以经过多次的手术 搭配手术完之后 我们会在膀胱里面 灌注一些化学药物 让这些化学药物 对于一些少部分 在膀胱里面悬浮的一些肿瘤细胞 或者甚至是一些初期的肿瘤细胞 做一个治疗 降低它复发的几率 之后我们会在门诊 使用一种很特殊的东西 叫做卡戒苗 卡戒苗是一般人都知道嘛 是拿来预防肺结核的 但它这个卡戒苗 我们一样可以把它灌到膀胱里面 目的就是为了增加 我们人体的自然的发炎反应 让自己的白血球 去对抗这些癌细胞 那根据统计的话是有一定程度的帮助的 那我们可以降低 之后的膀胱癌复发率 所以在膀胱癌一旦被诊断之后 前三年 我们都会做这样子的动作 第一个就是看膀胱镜 第一次做了肿瘤刮除之后 三个月后会做一次膀胱镜 看看膀胱里面有没有复发 那搭配 必要说搭配这种灌注的药物 还有一些尿液癌细胞的筛检 就是我们去看尿液里面有没有坏东西 如果前三年 都没有看到肿瘤的复发 那再来 第四年开始我们就是每半年 第五年开始就是每一年 因为旁观我们刚有提到 它非常的标浅 那容易夺发 更容易是会复发 所以如果我们定期的去追踪 可以让这个致力达到最高 而不让它进展成下一期 对于患者来说的话 他要怎么样自己预防呢 患者 因为 膀胱癌这种泌尿道上皮癌症 目前来讲 还是以外在因素影响居多 就是一些刺激物质 在泌尿道系统里面 过度的去刺激它 增加它的变异 长期累积之下 所产生的 所以为什么 膀胱癌的发生机率是最高呢 因为它最主要储藏尿液的地方 所以这些刺激物质在里面 反复的发炎 反复的去刺激细胞的病变 所以久而久之就会有感染 所以我们 医护病患要做的 第一个就是要把这些外在因素排除 尽量把它剔除 补充大量的水分 降低它的浓度 除此之外 戒烟 避免使用含有一些 马多磷酸 棺木桶等等的中药 一些 远离一些可能会曝露的化学物质 这都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们在介绍完了旁观癌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要进这一集的第二个重点就是 上泌尿道上皮癌 就一些统计数字而言呢 这个癌症在台湾的发生率 可以说是亚洲之最 那接下来麻烦陈医师 跟我们好好来介绍一下了 是 上泌尿道上皮癌 这个重点在上泌尿道 刚刚的膀胱癌是属于下泌尿道 根据全世界的研究统计 每个地方的发生率都差不多 下泌尿道癌症大概占了九成 膀胱癌的部分占了九成 但是在台湾呢 蛮特别的 大概占七成而已 为什么 因为它上泌尿道癌症占的比率 非常的高 那 根据统计在亚洲是 发生率最高的国家 全世界是第二名 所以上泌尿道癌症 在台湾发生几率是非常高 而且还有一个很特别的现象 我们有观察到就是 女生发生几率还比男生高 刚刚有说 膀胱癌是男生比女生高 但是上面要到癌症的话是女生 反而高过的男生 那可以看到105年的 剩余输尿管癌 就是上泌尿道癌症的话 发生率跟死亡率 都是女性大于男性 那我们在这个输尿管癌 跟剩余癌的分歧上是怎么分歧 分歧的话 它跟膀胱癌一样 我们癌症都是要做 要先分歧 再做进一步的治疗选项 那它跟膀胱癌不一样的地方是 它的肌肉层比较薄 那所以它去侵犯了 去侵犯吃出去的时间也比较快 所以除了它的侵犯期之外 就是这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 跟它吃穿的地方有关之外 就是跟这个癌症肿瘤本身呢 它本身也会有一个分化程度的差异 如果是它高二性度分化 跟低二性度分化 对于它的进展来讲是有差的 所以我们治疗本身也会去参考 它的分化程度 那陈医师我们想问一下说 在临床上面 我们会做哪一些治疗啊 如果我们在局部的情况之下 转移性当然就是以化学治疗 跟免疫疗法为主 那在还没有转移的情况之下 如果它是低二性度 就是它刚才讲 它分化的情况比较不恶性 那它去做形成侵犯的情况 或者是转移的情况 它的机率会比较低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会以一个单侧输尿管肾脏全切除 做一个标准的治疗 就是我们这整套的肾脏输尿管 都要拿掉 因为它只要长在上泌尿道 我们其实是很难以去对这个肿瘤 只做单点的切除的 因为它空间很小 它不像膀胱是一个大球体 肾脏管细细的 所以我们很难说 进行一个广泛性的切除 因为一旦切除 可能肾脏管就断掉了 所以我们没办法做这样的手术 那再来就是如果是肾鱼里面 肾鱼里面我们也很难做这种 刮除的手术 因为它旁边有一些肾脏的食肢组织 一旦刮除它有可能会进行比较多的流血 那所以标准治疗会是整套的肾脏肾脏管 全部拿掉 那当然也有一些相对替代的疗法 叫做什么 叫做肾脏保留手术 它的优点就是 我们不把肾脏拿掉 让肾功能尽量可以保存 在一些肾功能本身就不好的病人 或者是他很不幸运 他刚好双侧有肾脏肿瘤的情况下 我们可能会考虑做这样的手术 让他 目的就是让他不要进入洗肾的阶段 那这样的手术是有什么选择性呢 像是如果他长在输尿管 那如果他的肿瘤很少 分化程度又很好 我们可以考虑只把那一小段输尿管切掉 切掉之后再把它缝合起来 只做部分切除 那或者是使用高能量的雷射 我们把肿瘤做单点的消除 因为他肿瘤的数目很少 分化也很好 所以这样做 是有机会可以不 不把肾脏给取掉 保留他肾功能 并且可以治愈这样的癌症的 那最主要是考量到他的低二性度 以及数量的部分 那如果是在高二性度的方面的话 基本上我们当然是不建议做一个肾脏保留手术 因为他再度进展 转移的几率会比低二性度高的非常的多 所以我们标准治疗一样是一个肾脏输尿管全部的摘除 不然他会有机会让这些肿瘤 有很多的时间去进展 那除此之外 因为他的二性度的问题 我们可以考虑手术前就先做一个前导性的化疗 让这些肿瘤组织缩小 级别降低 在对于我们之后的手术 是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他可以减少他的复发率 残存肿瘤的几率 那如果真的不幸 做完之后还是有残余的肿瘤的话 那我们也许可以再做一些腐术性的化学治疗 甚至是可以考虑是不是可以做电疗 以及现在目前最新的免疫疗法 手术的比较的话 最主要我们把这个肾脏输尿管拿掉 在传统而言我们是一个开腹手术 可能会从这个胸骨这个剑嘴到这个尺骨上方 我们画一个大洞 把一边肾脏整个摊开来 把剥离摘除 那因为肾脏的血管 血液功能量非常丰富 所以施血量也是我们非常需要注重的一个点 那当然肾脏开腹手术的话 实际上会比较高 那除此之外 因为近年来腹腔镜的进步 我们也是有腹腔镜的选项 那但是北一的一个特色就是 拥有很大量的达文西手臂的经验 所以在这个方面的话 如果以疾病控制律来看 三种的疾病控制律是相同的 但是在施血量疼痛度并发症而言 都是以达文西手术为非常好的选择 那非常感谢陈医师的解说了 经过这两周的节目 我们从血量出发 后续谈到了各项可能的病变 最后是不是请我们的陈医师 来跟我们观众做一些提醒呢 刚刚在节目当中就有提到说 我们怎么样去预防 那预防最好的事情一样 我们都会说水是泌尿科医生最好的药 水能治百病 我们就会鼓励病人 在没有一些肾脏疾病的情况之下 心脏疾病的情况之下 可以补充比较多的水分 那一般来讲就是补充体重乘以30公斤 30以上的水分 像60公斤就是补充1800cc以上的水分 那除此之外 你一定要减少那些可能会致癌的危险因子 戒烟 你的工作环境的问题 是不是有一些污染的水源 像一些南部的人 他们以前有五角病的病史 那这些含这些含深的水源的话 他就有可能会造成膀胱癌的发生几率比较高 那除了之外你可以补充一些蔬果 增加健康的饮食 那再来就是我们要去对于血尿 要有一个警觉性 如果你家里面的人有泌尿道上皮癌的问题的话 如果当你也出现要记得 一定要来找泌尿科医生 那除了之外 如果你没有这些问题 但是你有一些危险因子 你还是要记得来找泌尿科医生 不要自己上网 自己寻找一些资讯 然后就帮自己下诊断 其实大部分的血尿还是一个良性的血尿为主 那进一步的判断需要由专业的医生 来做一个诊断 听完医师的解说之后 相信我们离世一定心有气气焉 可以帮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呼吁吗 就是避免这样的职业伤害 我这边就是想要跟贵姐们说 就是他们要加入工会捍卫自己的健康权 那就是同时也要请就是各大百货 不要就是常常就是威胁贵姐 就是说要开这个空柜的发单 导致他们没有办法就是去上厕所 谢谢 小小的警讯有可能会救你一命喔 假如你觉得身体有任何的异状 除了要改善自己的一些习惯之外 记得寻求医疗的协助是非常重要的 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 我们感谢陈医师以及张理事 乐活医学堂 我们下次再见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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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 PAO TORONTO